黑鸭鸭一片 形状不断变化着的东西 填满了以色列南部的天空 这是两鸟群 两鸟每年一到二月都会迁徙到以色列 它们群居的特性创造出来 这样犹如快速移动的黑色布幕的景象 图形变幻莫测 据了解变幻队形是为了要明活天敌 用群体的力量保护自己 大约是近二十年以来 总有数以百万计的两鸟来到以色列过冬 但是近年又因为不明的原因 使数量开始减少 这些鸟儿访客来自欧洲 现身在以色列南方城市贝尔谢巴 它们白天觅食在微风中移转流动 到了傍晚它们就开始集结成群 有一些还会飞到临近的城市内 带给当地居民一幕幕的奇幻景观 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